美國CDC最近是法國安全的警示 說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住BNT的這個畜生代 上級營業廟之後 有的比較高的這個紀律 引起這個省會性的中風 這個月前指揮官 翁北先生表示說 我們國家現在只有這個莫德納的 畜生代上級營業廟 這禮拜會提醒專家的會議 所以專家對營業廟 主席的建設未來風向的循環 春節就要到加雄國門開放 未知人家在等下進行 住畜生代疫苗 不過美國CDC所在禁止時發現 住回水BNT 畜生代疫苗 可能存在安全問題 這官員透露 住的五十五萬名老大人當中 有130人在三禮拜來 中風無視無白的 後來醫師表示 某天國時要做進一步的調查 明正是中風和主疫苗有關 系統看到其他的監視系統都還沒有看到 還有其他的國家也都沒有看到 因為英國的相關是很重要的 那只是發生增加 我們只能說不良事件的增加 醫師認為這個消息 比較是一個驚訝 不過中的感受因素 其實是這麼多要去做調查 所以只能說不良 歡迎的事件增加 不然是已經正式做營業廟 之後所三星的副作用 目前國內只能提供莫德納 他出生代將給業廟後面上來做 翁比先生表示 這禮拜會中心的故行專家組繫會議 消息專家對一組業廟政策未來 方向的習慣和對業廟拼擺意見 BNT友情要在今年年後 可能會來臺灣訪問 當時又來建議相關的議題 那BNT出世代業廟真是問題 就不會去買囉 記者綜合報道